好,这一节我们要特别来关心的是中国大陆和俄罗斯共同举办的海上联合演习 跟联合巡航要来较劲的是环太平洋军演 先来看到中俄今年度的这个海上联合演习 今天起展开了多个课目的军演 主题呢是联合要来应对海上的安全威胁 而且呢首度在敏感的南海来做登场了 解放军参演的兵力带大家来看到 包括了有飞弹驱逐舰还有护卫舰等等综合补给舰 好,画面上各种型号提供给观众朋友看 以及呢舰载直升机跟陆战队员等等 俄罗斯方面海军参演兵力则是由响亮号、鼎列号等护卫舰 还有游船一起来组成 与此同时呢中俄刚刚特别提到了 除了这一场军演之外 在西太平洋的西部我们也可以看到了 在北部也包括了它的相关海域开展的是第四次的海上 联合巡航,包括了军演跟巡航一共分成两个场次 虽然中国大陆国防部说中俄海上联合巡航不针对第三国 但是当前国际和地区的局势他都说是没有关系的 不过我们也可以联想到正在举行的环太平洋军演 现在已经形成了一个强烈的分庭抗体吧 敬文哥怎么看 其实从这样的一个态势我们可以发现 中美两国这种较劲的味道是非常非常的浓厚 那特别展现你做你的我做我的 但摆在一起则是针锋相对 我们刚才讲到这个环太军演 今年又说是历来规模最大 包括这29个国家 25000人 然后40艘各型的船舰 包括前舰参加这场大军演 那众所周知就是 他针对对象就是中俄 尤其是对美国来讲 头号对手其实就是中国大陆 但其实解放军海军 在环太平洋军演期间 他也没有闲着 不只是中俄海上联合2024 在南海菲律宾海这个地方举行 事实上我们看到 从环太军演刚开始的 这个六月底那段时间 其实解放军已经派船 第一个到北大西洋活动 尤其是我们的发现 包括拉萨号055 这个大型飞弹驱逐舰055 还有一艘叫可可西里补给舰 还有一个艘叫做金星号 这个间谍船 情报船 其实跑到北大西洋 这个阿流声群岛附近活动 而且我们过去 发现美国海岸防律卫队 大概在7月10号左右 才公开相关的讯息说 有发现三艘解放军海军的船 而且在这个地方活动 这个就是一个两国海上博弈 其中一个态势 那另外大家还要注意到 山东舰编队在7月初的时候 也通过第一岛链 进入台湾东南方 广大的菲律宾海进行活动 所以解放军海军的活动 摆在目前就有三个场所 一个北大西洋 一个是菲律宾海 还有一个就是中俄在南海的 这样的一个操演 那直接面对的就是美国 声势浩大的环太平洋 2020演习 也因此这个海上较劲博弈 这样的一个态势 非常非常的明显 好 一边刚刚总编帮我们 特别提到了南海啊 西太平洋 日本海等等 包括了军演啊 还有联合巡航等等 为什么这时候会选择采取 对日本菲律宾这样强烈的 这威哲效果呢 委员怎么看 我是觉得这对日本的威哲效果 不是第一次啊 而且客气很多啊 我记得前年吧 他有一个舰队 绕经这个金晶海峡 那个很小啊 就是北海道跟那个杂坊 跟那个什么 本州中间的海峡 那个是世界的美景 叫金晶落日 很有名的一个美景 他好像前后根本不到 不到五海里的一个宽度啊 这个解放军的军舰跟那个 俄罗斯的军舰就大摇大摆 当然啦 这个可能解放军比较客气啊 有俄罗斯军舰在前面 解放军就在后面 好几艘大摇大摆就放过去 整个绕日本一周啊 那个比现在威胁程度更高了 现在还有点客气 俄罗斯一直都是发警告声音给日本 日本不是听不懂 日本动不动就是为了这个 什么北方四岛 他要收回故土 然后要靠着美国 去制裁俄罗斯 为了乌克兰 然后俄罗斯也把这个西伯利亚的 日本的投资给冻结掉了 所以两国的关系是非常糟糕 相对的中国跟日本的关系 要嘛就谈历史仇恨 现在好像没有什么特别摩擦 所以现在没有什么特别摩擦 谈的是历史仇恨 那顶多谈谈钓鱼岛 钓鱼岛那个东西在战略的这个平台上面 实在不是一个重点 但是俄日之间的 这些辛仇旧恨 那弄出来文件一大堆 所以俄罗斯去 那中国不能兄弟之情嘛 跟一下 就现在在南海 也一样啊 我在这个广东的湛江举行这个联合演习 海上演习2024 也给你这个俄罗斯一个机会来参加 有什么特别的意义呢 特别的意义就是说 你日本跟美国搞在一起 那俄罗斯就说 那好我跟中国弄在一起 你不要以为我一个国家应付你不了 你跟美国撑腰 我现在我有中国撑腰 那中国也乐得去烧这个俄罗斯这个罩嘛 所以你可以看到 虽然这个海上演习规模不大 比如说中国拍出南宁舰 南宁舰大概是7500度排水量 我这样讲对不对 那其他的咸宁舰大理舰 也都差不多才4000 3500到4000吨的一个排水量 那俄罗斯的响亮号 林立号 护卫舰更小 为什么 他大概只有2000吨 但是他是新型的 逆中的 护卫舰 所以科技等级比较高 那他的演习的项目 演习的区域 相对的也没有说什么太大型的规模 所以 这个只是初步的一个表态 那演习之外还外加的 海上联合巡航 绕绕菲律宾 这个可能是中国比较需要 绕绕菲律宾给你美国看 那绕到日本 就是配合俄罗斯的 所以这个等于是双方面在较劲的时候 各自发给对方发出一个声音 就是中国日本站一边 日本美国站一边 那大家一面谈判 一面交流 那一面对抗 这个态势可能会持续很长一段时间 比如说环太平洋军演 你也只对中国 俄罗斯没有看在眼里面 也有 对不对 他说我用什么导弹 来打一艘多大的一个船 中国当然会觉得你是针对他 可是问题俄罗斯也会觉得你针对他 所以两国站在一起 从以前俄乌战争发生前 都已经站了这么紧密 俄乌战争发生后 当然没有理由不再继续这样的一个 一个演习跟合作了 好 中国大陆特别强调自己在南海的部分 我们来看到这边也有新的一个动态 是来自于美国军文网的报导 说现在解放军的军舰已经停留在 柬埔寨这个云朗基地 已经达到数个月的时间了 那在今年5月也和柬埔寨举行了 至今规模最大的一个金融年度双边的军演 这座基地被认为是中国大陆 这个吉布地之后第二个 它的海外军事基地 标志着北京在全球军事布局上 迈出重要的一部云朗基地 是否它的重要性主要还是掐住 马六甲这个重要咽喉 严老师怎么看 第一个是大陆 过去大家被认为你是进水的 就是在你这个国家海域的周边的海域 会有一些海军的这种活动 所以认为你是一个status quo power 就是你并没有想要扩张 不是一个扩张的一个势力 但是现在不一样了 就是我们去比较大陆跟美国的海军好了 美国的是全世界布局的 那大陆以前大家认为就是在西太平洋 特别是在大陆周边 包括南海在内 可是现在看起来好像 特别是在吉布地 吉布地是在非洲 但是你说起来 它还是和它当初要保护 因为船只在通到索马利海道 它有这些问题 但是它确实是一个基地 大陆以前真的在外面 全世界是没有基地 你现在有个基地 那你现在再看云朗基地 在这个坚布赛的 那是不是也是配合 就是说未来要出这个马六甲海峡 特别是它可能还有心 把这个泰国的这个克拉地峡 要不要是挖运河 会不会在这个地方 又造成一个新的 事实上它在去年就开始 其实很多的船大陆 就有去访问这个云朗基地 只是还没有正式变成 它像吉布地一样 那可能会 那问题就在这了 你今天在东协国家也好 或者在这个印太战略也好 你们常常把这个辽国 这个坚布赛就好像觉得说 没办法撼动他们 都把它归类 又批判他们的这种 比较不民主的政府 你们为什么不能把他们当作像越南一样 越南难道民主吗 不是 可是越南比较亲美国嘛 也不是亲美国 比较会跟中国大陆有些矛盾 那现在就说 这两个国家觉得 反正我在你们这个西方国家 绝对讨不到任何的好处 可是我跟大陆来往 不但只有这种高铁 不但只有这种各种方面的 一带一路的基础建设 也说不定我这个海港 也可以让它来用的话 我有更好的 那大陆方面也是希望 就是说不要再被美国限制 那我今天 不一定我在这个 巴基斯坦能够找到一个好的点 就是能够真的成功 或者是在缅甸 但至少这个柬埔塞是比较容易控制的 缅甸还不一定那么容易控制 虽然大陆一直想在那边出海 那同样巴基斯坦也算是一个大国 可是 全部才是小国了 绝对有机会弄了